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获香港甲组足球联赛由大宗对公民的赛事 上场大宗作客大铺1比0击败对手全取3分 呼吸方面松了口气 今场只在公民脚下拿多1分就可以宣告呼吸成功 公民上场领先两球之下被杰子逼和不能够传取3分 实在有些是不值得的 今场在客九龙湾公圆和大宗第三度交锋 之前两次碰头都拿到胜仗 今场很有信心可以再下一城 开赛初段公民反客为主拿到不少攻势 这下全中啪啪地全球变粒射差点搞定郭劍桥 继续都是公民的攻势 迪天奥禁区两番接应队友全中之下 头顶脚席被大宗门将郭劍桥救出 轮到主得的大宗 这下李英伟前场偷球 今区内扣信 右脚一脚抽射 刚刚在柱边飞开去 今场客串左翼的王耀库非常活跃 这下阻路全路禁区内 罗振邦第一时间撞射质量非常高 圆半场前大宗的唐健文右路地坡传入禁区内 中间流出没问题 后面有个叶子尽后上竞射 角度太正了 廖虎原轻易救出 圆半场双方打成0比0回更衣室 大宗当然希望这分数继续下去 换边之后大宗拿回不少攻势 华鲁明主场 这下右路攻势 弄到公民后防一片混乱 去到51分钟 唐健文近门起脚 虽然给公民的龙门救出 但波子尊落在叶子进脚下 这下禁区责位起脚 胆大心势真是被你得了 大宗先开记录1比0 大宗跟手又有门 陈家俊这下近门施射 廖虎原成功救出 哎呀拉不开这个记录 接着要付出代价 见到公民的攻势 中路漏漏漏漏 不是什么问题 辰转间的球去到左翼位置 全空了 这时一脚斩在中间 罗震帮快脚射入1比1 打成平手 公民的谭乐谦右路传中 迪天奴跳顶粒顶 未有粒中的龙门 不过迪天奴看柳眼都不行 这下王严库传到禁区中 超高一顶 完全显出空中霸王的优势 2比1 公民反先回头 输开有条路 大宗的后卫环被谷盈智偷到 他推上之后 左脚一拉过去 世界球来的 凹死龙門3比1 最终公民以3比1 鎖定胜局 全取3分 大宗今年升班之后 成绩不错 明天教练陈浩然如何看今场比赛 和分析一下大宗往后的发展 不是说外界一分就互级成功 其实我这场球 部署完全是想赢不赢的 下半场入球球 完全是成功了 始终我们有两三个机会 可以2比0 入不到 不过后面分了球球 之后 人们开始心急去攻 有几个错误 其实我们今天黄线错误不是太多 不过那几个错误就输三球球 没问题 其实有几个青年球员 踢得好 也有个赛国威是今场第一场踢的 所以给了机会他踢 亦的表现好 对他来说 他自己也有一个很好的经验 其实我们这队球 我相信 目标不是说一季就立即有成绩 我相信如果我们这队球 有很多潜质的青年球员 如果下年我们真的 可以保持这群球员 一直在踢 我相信下一季或后一季 可以帮香港队 或者香港球 球士 可以找到多些年轻球员 或多些有潜质 球员去踢 最重要的是他要下场踢 那我们这队球 就是给了机会 去下场踢 所以 下季来说 我觉得我们的前景是乐观的 我们来一下 准备 想想看 我们